кую 瘋狂的一天 烏導彈 軍刺敲南隊司令部 克里馬屠離岸聲巨大爆炸 皇牌軍且成為歷史 俄羅斯呈迡不妙 湖琴做了一票大的 第五艾巴集結軍總部秘密基地被壓 还要理直碑 护军蚊龙牙 装甲车突破俄罗斯东南防线 互动战场出现新变化 护军再获重大胜利 又是疯狂的一天 9月21日中午 塞亚斯托波尔克海岸队斯定布 遭到了乌兰军队的导弹集击 事发要在下午1点左右 1枚导弹直接击中了司令部大楼 这座建筑位于克里米亚半岛 由俄罗斯国防部所掌控 据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他们成功击落了5枚导弹 但碎片飞散造成了附近建筑物起火 这次袭击导致一名军人丧身 利用人受伤 当地政府发出警告 说可能会有第二类的袭击 俄罗斯空军司令尼古莱 欧列宋优克在社交媒体上 感谢了俄罗斯空军飞行员的新劇工作 同一样 克里米亚地区的费奥多西亚 和巴奇萨莱军事基地 亦遭到了俄罗斯军队的导弹集击 根据当地消息 俄罗斯在费奥多西亚中央提案上 发现了地雷 目前供兵者进行排雷工作 通道被临时封锁 近期 烏拉对克里米的攻击行动不断升级 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 22日较早前 他们拿出了一枚导弹 和两架无人机 在21日晚 他们又击落了19架前来 集击的毫机 当地居民和媒体 都听到了15次巨弹的爆炸声 所以情况是怎样呢? 烏拉稍后宣布 他们成功击毁了克里米亚地区的 S-300和S-400防空导弹基地 烏拉还公布了卫星图片 清晰显示了导弹基地已经被摧毁 据报道 摧毁的S-400导弹基地 价值超过12亿美元 这个现在是克里米亚防空的一个重要据点 此外 烏拉还对克里米亚港口作人阻集击 导致其中两架船 在那最后维修时被击中 卫星图片显示火势非常大 俄罗斯承认这次火災由无人艇引起的 现在看来 烏拉最近对克里米亚的各种打击 应该是一个庞大计划的一部分 因为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内 烏拉从来未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对一个战略地点 将来这样延续不断 这样计划周密的打击行动 近期 烏拉进行了一轮大规模劇空中袭击 导致俄罗斯 自夸最强国外军 克海兰队 已经几乎成为历史 9月21日 烏拉再度对网机和巡航导弹 并采取牵制战术 对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基地 进行大规模空站 其中目标 是撒击空军基地 据烏拉情报局表示 这支架极 是由特种部队 空军 和海军联合发动的 襲击发生时 机场内 至少有12架 苏24和苏30战机 还有外甲防空导弹 和火炮系统 以及伊朗的 莫哈杰尔攻击枚基礎罪员 分裂基地 俄罗斯填波核道证实 至少有三名士兵 在集击中丧身 并且有几架飞机 和重要机器遭到损外 消息人士告诉机序邮报 无人机被用来引有 并超负荷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为随后的导弹 铺平道路 俄军成功击落了无人机 但却错过了随后的导弹攻击 在这次集击中 乌拉的第二个集击目标 是俄罗斯克海岸队 在克里米加通讯中心 但具体战果相不清楚 值得一提的是 在前一日的集击中 俄罗斯克海岸队先部的 第744通讯中心 遭到集击 导致至少一座建筑受损 部分建筑物被摧毁 至俄罗斯克海岸队驻地和总部 都多次遭到襲击 以前 乌拉缺乏远程攻击手段 主要使用的是老式短程弹道导弹 例如改装的S-200防空导弹 对地导弹以及防机 但现在 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巡航导弹 特别是英国的暴风阴影巡航导弹 这个已经成为 主要攻击手段之恩 再加上大量的磨机 和磨机协同作战 俄罗斯的防守 变得相当被动 有人猜渣 例如海岸队总部遭到襲击 很可能是由暴风阴影 或者 斯卡普以致 远程巡航导弹法 再加上现代战争 已经在他份前线和后方 战争的范围 已经扩展到导弹射程内 此外 俄军在塞亚斯托波尔地区 缺乏防御深度 并且空中预警之外有限 因此 必须调避防空力量 应对远程攻击 总的来说 赫兰队似乎 已经成为 乌克兰的重要攻击目标 自冲突爆发以来 乌克兰已经成功出位了 赫兰队二只不同类型的舰艇 总冬位超过五万吨 赫兰队 几乎已经没有多少资源处备 除了克里米亚 乌克最近 也在梅尼托波尔牵引了一场 重大行动 据报道 乌克情报部的精密偵查发现 俄罗斯第58集团军的总部 竟然藏身在梅尼托波尔加发动机工厂内 真是匪夷所思 这一程度 立即传达给了乌克军方 在格总部队的协助下 乌克军队实施了一次精准打击 直接击中了俄罗斯第58集团军的总部 结果 俄罗斯列帮第58集团军的军长和参谋长受伤 还有十几年高阶军军不幸上身 商量人数 当然数倍增加 乌克梅尼托波尔市长 亲自在电视上 确认了这次状况 这次事件后 58军的高层 恐怕不会再轻易 击中部似在发动机工厂的地方 但即使他们改变地点 亦难以逃脱乌克军队的精确打击 只要目标一暴降 乌克军队 将能找到适合的武器 来消灭他们 只要侵略者 还在乌克领土上逗留 他们只会面临毁的结果 外界认为 这一时代 发展在乌克的反攻处关键时刻 乌克希望 能挺进到亚洲海 撤权俄罗斯沿俄罗斯大陆 和克里马半岛的補给线 这样做的目的 是为了阻碍俄罗斯守着 它仍占领的近20%的乌克领土 即使乌克军队 没办法抵达海岸线 但将一部的推进 可以让他们用火箭弹和大炮 瞄准俄罗斯的補给线 从而阻碍莫斯科 支持其占领军的能力 乌兰军队近日 还取得一项重大突破 他们成功用装甲车 出卫了俄罗斯在该角东南部的主要防线 这个海外是 为期三个半月的反攻行动中的一个 重要里程碑 这次乌克的军事核动焦点 集中在扎罗尔州 维尔波维尔地区 他们派遣了大量弹劾 发动了猛烈攻势 并且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而俄罗斯方面 他们在维尔波维尔地区 布下了大量的防御攻势 包括所谓的龙牙和反弹黑水利三个月 使徒扣出第二套防线 以抵挡乌克的进攻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乌克军队派出装甲部队 成功摧毁了东南部的入侵者主要防线 乌克的装甲部队突破防线后 俄罗斯方面 刺激光调动后备部队 使得倒处突破口 目前 突破口仍然相对狹小 双方正在激烈争夺控制权 双方都遭受了中大损伤 如果能够稳住阵脚 将游客 让更多装甲部队 通过突破口 进攻俄罗斯交约的地区 一位名为罗伯利的博主子春 乌克的第八二空中突的女儿 使用了各种装甲车轮 包括史书克坦克 王赛坦克 和马斯波罗 防底雷反伏击车 他们成功越过了反坦克着外线 向卫尔博夫发动了进攻 最后消息说 乌克军队持续突破俄罗斯 在卫尔博夫的防线 并确认正准备发动新的攻势 这个会使俄罗斯处境更惡劣 据悉 目前乌克已经收复了 卫尔博韦尔西约三平方公里的领土 在乌东战线上 日前发生了一行重大的变化 由于俄军兵甘心失败 因此 正在插一场新的反击行动 最新消息显示 劳金斯亚地区 聚集了两支旁大的作战部队 他们打算同时发挡两路攻势 目标是欧斯基尔河 一直注册俄罗斯的王牌军队 但一坦克集条军 这个军团 拥有四支装甲坦克士 目前 他们正在坚决清理自己的地雷区 并且紧急当用民用斜梁 准备只有一场 大规模的机器化部队进攻 尽管这个给乌军达了一场新的考验 但又是一个好机会 可以说 俄罗斯正在将自己的资源投入台阵 才有可能停止战争 而乌拉正好可以利用俄罗斯的进攻 痛击俄罗斯军队 在巴默特车线 烏拉军队的先头部队 成功搬入了富九迷夫加的中心地帝 至于克里森奇夫加的安德尼夫加一带 烏拉军队已经逼近了T0513公路 立即一个重大的胜利 将进一步加剧俄罗斯在烏拉的困境 烏拉的最新突破 就在逼使俄军的指挥官 不能将他们的步兵和炮兵分散开来应对 同时 俄罗斯正在急着 在烏拉集中进攻的区域后方 加强防御攻势 对于烏拉战士来说 前进的路依然充满着艰辛 在港湖的农田上 他们奋勇作战 但也有很多勇士倒下 对此 一名烏拉军官表示 我们会全力以赴 不惜一切去战斗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看 希望大家订阅 点赞 转发这个频道 多谢支持 拜拜